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搭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东西放在车厢忘记带走了 台铁表示其实曾经民众忘了把半杯的珍珠奶茶带下车 居然要求台铁来寻找 结果送到了指定车站之后居然没有来临 台铁统计了 其实每一年实货大概有十多万件的遗失物 更是首度规划了要对遗失物送达来收费 而参考普通包裹的运费率半价来收费 这是10公斤以下300公里以内要收34元 公里数越多物品越重 收取的金额也将会增加 而如果旅客两天之内未来领取遗失物的话 也将收取保管费 最快在明年的第一季公告之后就会来实施了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